听到强而有力的颈动脉血管血流声音 搭配影像自愿充当model的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姿位 在最新型超音波扫描仪下 颈动脉血管血流健康正常的状况完全现行 这台最新型价值350万元的超音波扫描仪 是由基隆市重要的信仰中心庆安宫 发挥给人骂的大爱 特别捐赠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协助基隆医院提升硬体的医疗设备造福病患 由基隆医院院长林三琦亲自代表收下 由衷感谢庆安宫从民国86年来 对基隆医院的持续支持 我们获得给人骂资助基隆医院 我们可以在110年疫情三级境界 以及111年红尔隆重大广大病患确诊的时候 我们可以安然度过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神经医学中心 神经的病人不管是哪个中风哪个初学 都是这么近近的事情 以及说平常我们现在的一个中风根根 那这个我们副院长等一下 他是神经内科的意思 他跟他一起说 我们这套仪器非常的棒 除了尽动化 也能够做到屋内的学法 那这个仪器也是我们新安宫来给我们卷证 这是这样是我们基隆后期 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部分 来感谢我们新安宫 包括新安宫主委童勇副主委林锦吉 尼在福总干事张如松 以及委员童德玉和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威等人 都亲自出席参加 其中童勇童德玉以及童子威 从阿公爸爸到孙子 童家三代共同出席捐赠仪式 一起力挺基隆医院传为美坛 他要来说是他 他这个国民的 所以我都没差钱 所以我 我刚刚在那边都跟他一起来 我不知道他如果我来 我跟他一起去 其实我还有一点都很贵 这花心有大票 宗教跟医疗都在救人跟住人 所以清安宫跟福利基隆医院 两大百年资助 共同的合作 造福的是基隆市 所以我想我们代表基隆市一位 非常感谢清安宫 也就是我们的长辈们 跟福利基隆医院 双方大家的用心 一起来为基隆市里来努力 像我们福利基隆医院在市中群 其实他应该兼具更大更多的市中心的医疗责任 所以未来我们在耐心的 我们可以当选之后 我们会顺利的 我们会尽力的来要求 卫福部对福利基隆医院培育的资源 我们应该肩负大基隆医院区的医疗责任 大基隆医院区不只基隆市中心 也涵盖着系统 甚至金山万里 阿公的互相等等瑞芒 我们应该有公私立医院 共同来整合相关的资源 像我们现在长照非常重要 总统也即将推3.0 所以这样我也希望我们福利基隆医院 未来可以肩负更多照顾长辈的责任 卫福部基隆医院副院长陈伟达 也现场讲解介绍 这台最新型超音Pro扫描仪的功用 可以和核磁共振的功能 互补互相配合诊疗 预防病患中风 非常谢谢同用主委 这台仪器可以支援其他的影像扫描 那这个机器跟我们核磁共振比起来 它其实有重要的地位 各位都知道核磁共振检查 也可以扫描血管 但是它容易高扑堵塞的程度 而且它没有办法看到血流的样子 所以血流动力学 这个红红蓝蓝的乱流 也只有这种机器看得到 而且它也不用加磁场 也不用担心说有什么心律调节器 这些干扰都不用担心 这个机器都可以安心地做检查 机动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也在机动医院院长林三琦 副院长陈伟达等人陪同下 运用这台超音波扫描仪 现场做了头部血管扫描 感受扫描仪的强大功能 希望造福更多民众 记者吴俊松 基东报导